來 這邊開始了 兩位平常私底下會聯絡嗎 會啊 他會寄傳訊息給我 不是 不會 大家都可以作證 就其實是這樣 就因為我之前有聽說 他想要發單曲 然後我其實自己就偶爾有在玩音樂 那那個時候聽到經紀人他們 因為我們同公司 就聽到經紀人他們說 小美有想要發單曲的時候 我自己就後來有訊息他說 所以你現在有在做了嗎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因為我還蠻有興趣的 我對做音樂一直都很有興趣 然後訊息他了之後 對我就自見了一下 後來過了大概兩個多禮拜 才回我這樣 我才發現 因為我根本沒有發現他有傳訊息給我 然後他傳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說OK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要睡了 可不可以明天再說 對 然後就沒有再說了 等一下等一下說 因為我今年自己也有做專輯的計畫 就是專輯的demo也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你不是還開了演唱會嗎 喔對啊 為我辦一個 可是我沒有被邀請 現在要這樣 互相攻擊 沒有我前一陣子有辦一個小型的專場 然後那時候是怕 因為那天都是站位 然後我怕就是小美 就是站太久會不太舒服 我就希望之後如果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場地 然後是可以讓大家好好作折的時候 我再邀請我們尊貴的小美來當嘉賓這樣 講成這樣 對 小巨蛋等你了 好